他叫谭秦东,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,只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他就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,整整被拘留了97天之后,才被取保候审。 那么他到底是写了一篇怎样的文章,侵害了谁的利益才遭此一劫呢? 今天给大家讲述谭秦东的故事。 谭秦东1979年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医药世家,在家人的影响下他考上了医学院,并于2010年从中南大学麻醉学专业硕士毕业,之后进入了南方医科大附属三院,成为了一名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。 但是谭秦东所工作的这家医院,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,手术排得非常满。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度过了一年的谭秦东,发现自己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,身为医生的他深知,再以这样的强度工作下去,未来他的身体会出现更大的问题。 于是,他不顾家人的反对,果断的选择了辞职。 离开了医院的谭秦东,从2015年开始,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,成为了一名商人,在他的努力下,把公司经营的风生水起。 2017年,谭秦东又瞄准了医美行业,并且有合伙人愿意为他投资。 正当谭秦东筹出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2018年1月10日,突然有几名内蒙古来的便衣警察,来到谭秦东家,将他戴上手铐压上警车。 此时的谭秦东,完全没有反应过来,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,不知道为什么警方要抓自己。 直到警方把他带到内蒙古梁城县公安局,他才知道这一切的原因。 是因为他在网络上曾经发表的一篇文章,原来是在2017年,有一款叫红毛药酒的保健酒,在市场上铺天盖地的打广告。 谭秦东的父亲也被这款广告所吸引,于是就买了两瓶红毛药酒回家喝,并在饭桌上跟谭秦东介绍这款酒有多么强的功效,对老年人的身体有多么的好。 谭秦东听完父亲的介绍之后,出于一个医学工作者的职业本能, 他就对红毛药酒的成分进行了一些研究。 研究之后他认为,这款酒完全是在夸大宣传,存在误导消费者的现象,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关于红毛药酒的文章。 中心思想是说老年人是心血管疾病的多发人群,所以不宜多饮酒,更不应该把红毛药酒当作日常的保健饮用酒, 否则有可能引发其他疾病。 同时他认为,红毛药酒广告里所提到的很多功效,并没有经过临床验证。 其实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专业而又客观的,并没有诋毁红毛药酒的意思。 但是他为了让这篇文章能够在网络上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到, 他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吸引眼球的名字,叫中国神酒红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。 没想到这毒药二字给谭青东带来了大麻烦。 其实谭青东在网上的这个账号只有五个粉丝,而这篇文章在发表两个月之后, 阅读量也不过只有两千多次。 而恰好这两千多次的浏览,引起了红毛药酒厂家的注意。 2017年年底,内蒙古红毛药酒集团向当地梁城县公安局报案, 称有人在网络上污蔑他们,导致他们的代理商和大量的消费者退货, 给他们造成了一百多万的经济损失,并且给警方提供了消费者退货的证据。 梁城县警方非常重视,于是就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谭青东, 并且在2018年1月25日,以损害商品生育罪将谭青东批捕, 并跨越几千公里来到广州,将谭青东抓捕归案。 谭青东被捕的消息很快引起了广大媒体的关注, 谭青东的妻子每天会接到很多记者的采访电话, 红毛药酒也一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梁城县人民法院面对舆论的压力对此案也更加重视, 于是在2018年4月,在谭青东被拘留了90多天之后, 梁城县法院通知谭青东的妻子,说谭青东可以取保候审, 你可以来把他接回家了。 由于谭青东的妻子在家照顾孩子, 所以他就委托律师去内蒙接谭青东回家。 当律师见到了谭青东之后, 不敢相信这个人曾经是一名医生, 曾经是一个公司老板, 因为此时的谭青东已经面目全非, 目光呆滞,沮丧而又颓废。 很显然, 这90多天的看守所生活, 给谭青东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 而谭青东回到广州之后发现,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他, 原来因为谭青东官司缠身, 他曾经的合伙人已经离他而去, 而他新项目的投资人也不再接他的电话。 双宠打击下的谭青东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, 每天晚上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入睡, 但是取保候审的谭青东并不是说就没事了。 在2018年的5月11日, 警方又传唤谭青东, 对他进行了持续12个小时的审讯。 回到家之后, 谭青东开始胡言乱语, 甚至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, 并用头撞墙企图自残。 他的家人将他连夜送进了医院, 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急综合症。 此时谭青东的父母和妻子意识到, 必须快速将谭青东从这场官司中解脱出来, 否则这个人就完了。 于是他们通过律师和红毛药酒集团方面私下进行协商, 彼此各退一步。 2018年5月17日, 谭青东发表声明, 公开向红毛药酒道歉, 而红毛药酒也在同一时间撤销了对谭青东的指控。 之后的谭青东接受了两个月的心理治疗, 随后他离开了广州, 和妻子一起来到北京, 一边寻找创业的机会, 一边攻读博士学位。 但是在内蒙古90多天的老宇治灾, 谭青东并没有忘记, 他从此拒绝谈论关于内蒙的一切, 甚至那里的食物他都不敢接触, 更别说去那个地方了。 如今的谭青东依然在那个社交账号上, 发表一些关于医学保健知识的文章, 但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粉丝的网络大V了, 不知道您对谭青东的遭遇有怎样的看法, 欢迎讨论。